那么A片中呢我们经常看到 AV男优啊 他可以保持一个抽插非常长的时间 这真的是这些男优们天赋异禀吗 而这样一个长时间的抽插 女性们真的会享受吗 我们先来看看 日本的A片制片人和A片经纪人 他们怎么说 我们自己拍的油码 很多都不是真的在做 因为打码的关系 你可能觉得它是插入 但是实际上在真实的片场 它并没有插入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这样就会显示会非常持久 那五码来说相对来说比较难一点 那因为五码展现出来 就是真实插入的状况 那我们在片场两种都有遇到过 说男优可能做一半 或者是开始之前 然后出现状况 那一般这种情况 我们会首先等男优自己来进行调解 那如果调解不好的话 那可能也会有一些这种药物的配备 那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我们可能也会临时换人 因为每次片场我们都会 背上一到三个不等的男优 然后来做这种临时的等待 或者是拍一些群戏使用 它拍摄的角度并不是一般性爱的都会发生的角度 它必须要让一些角度给摄影机拍摄 我讲简单一点就是你男生的阴晶是没有办法插到底的 因为你要留大概一公分到两公分的那个空间 或者是你要侧身 让摄影机是有位置可以放的 它才可以拍到那个音部的特色 那这些并不是你在性爱的时候真实会发生的状况 所以在现场其实很难在像你平常的工作那样的享受 那也就比较难去达到说就是性高潮 那男生的话要射精这件事情 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 那如果要只要能够维持博起 基本上拍摄就可以顺利 然后还有它会利用静位的剪接 或者是体位交换的时候的这些时候的剪接 它其实中间是可以有一些休息时间 或者是转换的 所以并不会真的是好讲 这一场性爱戏15分钟20分钟 男优是真的15分钟20分钟不停接着在做 这个东西是可以利用剪接去做成的 那我常说啦 你不可能看完John Wick 然后你就学什么用一本书杀人 或也不可能看完汉课任务就要学会什么 什么斩子弹 那相对的 A片这种东西也是经过专业人士 有动作指导去做出来的一个影视作品 它不应该被拿来当成一个性爱的学习版本来做 如果你是看开车的教学影片 我觉得它是有帮助的或者是市面上不是一般的A片 他们其实市面上是有一些专门为了性爱教学而做的影片 它的主轴或者它的目的并不是娱乐性质 它是教育性质的可以去找一些这些影片来参考没有错 但是如果你是看夜问学永春 它已经走的方向已经偏误了 那如果它有些教学影片是专门它的目的性就是教你这些技巧 它还是有参考这样的 哎呀所以啊 想再次强调大家千万不要迷信A片啊 这个呢不能用来指导我们的实践啊 我之前呢做过这样的一个视频 讲解全球的男性平均的抽插时长大概是多少 你会看到平均值是五分钟左右 而有一些男性少于一分钟 有些男性长达四十多分钟 所以真的是每个人都非常的不一样 而我在临床当中呢看到很多的女性来访啊 她们其实特别不喜欢自己的男伴 在阴道里面抽插超过十分钟 实在是太痛太难受了 你想阴道的内壁那么的嫩那么的薄 你这个阴镜在里面不停的抽插 这其实是一种在取悦男性的一种方式 而女性想要在性爱当中感受到更多的快感 以及感受到对方的爱意的话 你对这个外阴部的刺激和对身体其他部位的刺激 要远远重要于你对女性阴道的刺激 所以呢如果你还在性爱中追求这种APL中 男人又硬又持久的这种状态 那可能对你现实的性生活造成非常大的阻碍 所以希望看到这期节目呢 大家都能回去反思一下自己的性爱当中 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既定的思维误区 思维模式在引导你 而你的这种思维模式又跟你的现实完全无法匹配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你要做的可能不只是简单的 责怪伴侣 让伴侣去干嘛干嘛来配合自己 或者责怪自己觉得自己怎样怎样做不到 而是你可能这个思维认知就出了问题 那如果你有性方面的困惑 还请在当地寻求专科医生的帮助 或者专业的性心理咨询师的帮助 好那我是一三博士 欢迎收看这期节目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呢 都欢迎在节目下方留言告诉我 那最近我们一三心理诊所呢 也上线了英文的专业科普频道 用英文制作了一系列的性科普内容 睡眠科普内容 以及心理健康的科普内容 如果你感兴趣呢 欢迎去我们的英文频道 Ment Body Garden Psychology查看 最后请记住 爱自己你就是人间值得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